嗨 我是Austin 我是Jamie 這是我們第一次 自己參與裝修的家 嗨 Conny 哇 今天不一樣喔 大包小包的 要帶我們去哪裡啊 我要帶你們到 Austin跟Jamie的家 給他們一個驚喜 然後順便讓你看看 經過我45天 巧手改造 拉皮的一個 小坪樹的空間 蛤 房子也可以拉皮嗎 是啊 其實它就是在一個 有限的預算下 做一個格局不移動 小小的拉皮的裝修 那這一場 大概花了多少錢啊 不告訴你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嗨 瑞斯 謝謝 哇 謝謝 謝謝 裡面請 裡面請 我們剛進來 看到裝古屋的屋況 裝修風格比較老式 可能需要找設計師做調整 我個人比較喜歡那種 四面圖壁感 所以我不太喜歡 一下子就看到很多東西 希望還是可以有很多 收納空間 我個人的需求是 比較偏功能性 希望可以把清潔啊 煮飯啊 以及整理多變的東西 可以集合在一起 我們剛附完頭膝礦 是比較緊繃的狀態 跟著Conny來這邊 現場看的時候 它可以以我們能夠 做的這個有限的預算 去做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改善 它可以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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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也是覺得 很有信心 我覺得清裝修適合 預算可能不夠多 可是在你的基礎條件 要好的空間下 透過微調的設計 才能夠更貼近 不同人生階段的使用 我會建議屋主 正確的一個調整方向 我們可能才會比較能夠聚焦 比較有效的完工 以前對於裝修 可能比較沒有經驗 裝修還有分清 跟其他的一些區別嘛 後來有了解 新裝修部分 我們可以在現有的格局上 不需要去做到太複雜的工法 那也可以比較符合 我們經濟的預算 去做到一個最大化的實現 玄關這邊 我們保留了進來的動線 比較空曠 我們是有重新做了一個長紅玻璃 希望說一開門進來的時候呢 可以有一個整體性的通透感 比如說我們進門 手上會有一些小東西 就很方便 可以隨手這樣子 放一些零錢啊鑰匙 客廳的部分 我們主要是做拉皮 這些背板原本的原屋組 它就有提供 然後我們只是把它換了一個顏色 地板它原本的話 是採用那個海島型木地板 雖然材質很好 但顏色就有點像豬肝紅的顏色 就是有點老式一點點 好像也沒有辦法靠軟裝去搭配它 所以設計師特別幫我們換了 像這樣的貼皮方式 然後就可以比較搭配我們現在 比較米白色的色系 看起來就比較新一點點 然後因為我們的牆壁顏色 帶一點點灰藍灰藍的 所以它幫我們挑選像這樣的紋路 去做一個漸層的感覺 所以我們只是換了一個顏色 它地板的顏色 它就可以看起來比較現代一點點 因為我們晚上有時候喜歡享受 家庭劇院的感覺 有時候我們如果想要看電影的時候 或是可能不看電影的時候 軌道燈可以做出有格調 甚至是有不同的氛圍的感覺 我覺得這種屋主的話 其實它就有保留一個 像這樣的隱藏門空間 所以它後面的話 我們是把它當作工作陽台 關起來的時候呢 其實就不會讓空間看起來 好像有做區隔開來 看起來還是有一個客廳保留 一致型的感覺 講到這個中島的部分的話 Cony有特別建議我們說 這個顏色 它如果做成比較大面積的話 其實看起來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也非常相信它的眼光 剛好我也很喜歡這個顏色 做出來的效果非常滿意 中島的部分那時候 有希望可以加入了掃地機器人的功能 洗碗機、流理台 跟煮飯多功能的結合 我們的一些飲水啊 就是洗菜啊 然後洗杯的一些功能 它都幫我們放在一起 其實本來這是一面牆壁 我們都會覺得說 好像格局有點狹小受限制 那時候跟Cony討論 他也是建議我們說 可以在這一面貼上鏡面的處理 有時候回頭一看 會以為房間變成兩倍大 而且Cony很貼心的是 因為他有想到說 我們這邊煮飯菜的時候 噴油鹽 然後在牆壁上面不好清潔 所以他就推薦我們用這個鏡面玻璃 然後在上面噴油鹽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很好做氣節處理 然後這邊原本是做一整片的隱藏門 然後是像這樣子活動版空間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一樣是持續沿用我們原本屋主的空間 只是我們就把它變成像這樣的 電器收納櫃 然後我們在這邊也可以放些我們的零食區 收起來就不會看起來很凌亂 那平常其他人來客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子做一個格擋板 尖隔起來之後呢 就不會看起來好像所有東西都裸露在外面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享受 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用餐的這種氛圍 所以那時候在跟Cony討論的時候呢 特別拜託他 就是可不可以幫我在這個空間裡面 加入一個餐桌 如果說單純只放一個餐桌的話 其實是會讓這個客廳變得就是很小 就很擁擠 Cony那時候非常厲害 他幫我把這個餐桌收到了中道裡面 在我們平常吃飯的時候呢 如果有朋友來 我們就直接把餐桌很簡單的拉出來 朋友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用餐 這邊要做個四五個人都沒問題 然後我自己可能就在裡面做飯 然後朋友就在這邊吃飯看我出餐這樣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直接到我們的房間臥房 這一側也是做一個隱藏門 那他主要是我們的洗手間和沐浴 我們再到這邊的話 就是我很喜歡的化妝空間 有時候會辦公 有時候會拿來做化妝啊 然後因為今天採光也蠻好的 所以這一側的話 我就會主要是沒有擺放太多的物品 我希望他看起來就是清爽乾淨一點 臥室的部分呢 跟空底討論 能夠讓空間盡量再把它做寬敞一點 我們是選用懸浮式的床墊 燈具的部分 可以選用比較有造型式的床的 床的兩邊做一個點綴 設計師跟我們講說 大面積的這面墻 建議還是可以用原來的顏色 讓它整個延伸過來 整體的空間感會做得比較舒適寬敞 尤其上天花板的部分 它幫我們講說 讓我們保留了做白色的部分 我們在抬頭看的時候 也不會覺得特別的壓迫 會覺得比較挑高的感覺還是有 這個格局其實對我來講 我身高180公分 是可以完全站直的 因為這邊的採光非常好 平常呢 我就會在這邊放我的筆墊 把窗簾拉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也是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然後升起來的時候 就直接完全拉起來 那平常要把它用旋轉的方式 也可以讓你的採光變得比較好 那這邊臥室正面對 就是我的更衣室 所以平常我們打開門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拿到我衣服的區域 相較於上面的話 這邊會稍微比較低一點點 我差不多都會有點微半蹲的方式 然後因為我是做運動產業的 所以我很喜歡把我們的瑜伽服飾 可以像這樣子展示出來 這樣我上班拿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那Colin這邊我幫我特別做一個定板 讓我在上面的時候 同時可以放一些我的送物品啊 然後我都會用收納的方式 看起來就比較空曠乾淨一點點 不會好像很凌亂 都只有掉衣服的空間 然後這邊的話 他還有幫我設計一個精品包包軌 相信每個女生應該都是蠻喜歡的 所以我在這個空間 我會很喜歡說 他幫我這樣做這樣一個動線鋸個 同時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做收納空間 我也好像都展示出來 然後就會看起來很凌亂 我們原本以為至少會三個月以上 但其實實際上我們只有四十五天 超乎我們的想像 對 但是非常的短時高效 那可以跟我們透露一下 這樣大概花了多少錢 所以是這可以講嗎 可以啊 其實是超乎我們的預期 因為那時候控制在 七十幾到八十以內 點多不到八十萬 我們幾乎是做到了 超過一百多萬的這種效果 那在我們心裡面其實是 非常非常出乎意料的 其實清裝修不是不可疑 可是第一點啊 你要看你的屋況 它適不適合清裝修 譬如說要是有一些大漏水 我可能就會跟業主講說 這個地方你必須大掉 重新做防水 以現在這一個暗場來講啊 屋主他可能要提供給我的尺寸 然後或是他們有一些東西 要可能直接送到現場 那我可能就是在現場 屬於一個幫他們收貨的一個人 然後我要來安裝 他們就會去幫我Push 這個東西設計師 我跟你講他可能什麼時候才到 這個東西可能他已經到現場了 就是我們的合作 不像是設計師你是業主 我覺得我們像朋友 完全就是一個左手右手 就是我不能少你 然後你也不能少我 裝修的過程中啊 其實你會很快樂 我覺得我跟他們的合作 就很像是一個team 在過程中會彼此幫忙 對我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舒服的合作的機會 我真的要很謝謝他們 所以椅子就要送給他們嗎 對啊 因為我覺得在這一個半月以內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非常好的team 而且我想要把這個東西 當給他們一個 新家露出的一個小禮物 所以我要送給他們 我們不確定說 自己這樣的預算 能夠做到多好 但是KONI讓我們知道 經濟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做得到 整體的氛圍質感 那已經超過我們本來的想像 我們其實心裡面 每天回到家 對KONI都是充滿了感恩 我覺得不是一般很多設計師能夠做得到 特別是在整個施工的過程當中 設身處地替我們想一些狀況 就是說怎麼樣去避開多花錢的部分 用他的經驗給我們一些幫助 有時候是有我們的想法 讓我們覺得說就是相信專業 然後我覺得整體就是感覺 好像住到新的房子 甚至我媽來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比飯店還要舒服 就不會想出去住 就像每天待在家 這設計師很厲害 對 設計師很厲害 家弄得很舒服 對 家弄得很舒服 對 家弄得很舒服 就要買更大兵的房子 找KONI再來雙酒家 對